打訓 畫面中特別帶到了今天排在七棒的火哥 張建民 張建民在對上荷蘭的比賽裡面 有兩個打出兩戰 打回兩分 那當然非常關鍵的一向在國際賽裡面表現非常出色的張建民 今年不例外 同樣在這一場經典賽裡面有非常傑出的成績 那中華隊今天排出來的打訓 第一棒 楊奈剛 第二棒 林哲軒 三棒 彭正銘 四棒 林志盛 五棒 周思齊 六棒 陳永基 七棒 第一棒 張建民 八棒 高速鋼 九棒 郭彥文 周近方球場同樣擊進了兩萬 超過兩萬名的球迷 整個球打成了三壘方向的滾地球 斷了道子 下一路接球之後傳一壘 刺殺了 待在第一棒打擊的楊戴剛 對 很好很快 外交球 這個球頭手沒來道道 尤其方向的滾地球 哇 太累 跑得住 跑得這麼快 跑得速度 跑出了一隻內眼打 林哲軒 速度真的是夠快 我們看到 原則上這顆球 又是一般的速度來跑的話 可能是很早就出距 所以我們知道 不要忘了 林哲軒的速度是非常快 而且這球我們看 它不是打得很軟弱 還是滾動還有一點速度 而且尤其手 它處理幾乎沒有浪費什麼時間 但是林哲軒的腳就是快了一點 已經是一個外角偏低的壞球 硬是出棒 撈成一個內野安打 黃正銘在前面兩場比賽總共 七個打數 有兩者打 這個界外球折扣了 這個球 小腳沒有能夠除了 回放了更高的三陣 一旦形成了兩人出局 打到一個比較偏外角的球路 這個球確實 以左鬥對佑達仔來講 蠻有引誘性的一個電話球 這次第三陣 還有兩次的獲得四壞球寶送 這個球打成了三連一手 正面的火力球 選擇傳二壘 風燒的往外跑的林哲軒 也結束了一局上半 中華隊的進攻 沒有得分 目前是0比0 兩隊平手 六個打數 三支安打 今天先發投手 中華隊先發投手楊耀勳 日本軟一 日本職棒發展的選手 在前面的比賽裡面 也曾經出場 投了一局 被打了 一支全力打 中華隊今天排出來的守備陣容 三個外野手 左外野 楊帶剛 中間手林哲軒 另外也是張建民 內野的部分 一类手 彭正銘 二类手 郭閻文 三类手是陳永敬 尤其手 林志勝 今天的補手是高志剛 雖然他們在面對荷蘭的第一場比賽裡面 全隊只會出四支安打 是九棒的崔庭打出來的 由其他八棒總共只敲出兩支安打 這個球打著左邊方向的飛球 被楊帶剛的決勝 走的狀況 第二棒的鄭根宇對左投 打擊率是兩成四六 不過在這一邊 這個球 楊耀勳投的稍微偏低 變成連續四個壞球 保送了鄭根宇 在一局下半 韓國隊也有打著站上了一包 投的感覺是比較開了一點 好 這個球打成了左邊方向的飛球 左外手 楊帶剛 右邊移動了三步 行進間接殺出局 兩人出局 講的話 確實在這種投打對決來講的話 真的是蠻有威脅性的被打著 這個球 對方選擇到了 而這個球沒有能夠接好球 從三壘傳過來 Yes 中間手立隊圈的牆尖把球傳向了三壘 在三壘壘包旁 觸殺了鄭根宇 真的不要忘了 林哲先生是非常具有傳球能力的 沒錯 這也是中間方的雷射尖 這個手道下來 沒錯 這個派球一點問題都沒有 黑掉的鄭根宇也結束了一局下半 韓國隊的進攻 作戰上面的確有很大的空間 對 張宇船在頭 編高的壞球 選到了四壞球保送 儘管一開始 這張宇船就在球術上取得領先喔 但是 周思琦硬是磨到了四壞球保送 從測試來看 畢竟他球速度是有一點領先 可以選一些比較外角球來做攻擊喔 比較可惜喔 揮擊的過程當中 出棒時間稍微早了一點 打了球下半筆 需要他的時候全力去打 沒錯 這個球打成了三壘方向的 這個球籃下來但是沒接到 界內球 界內球 有點小事的界面 但是碰到手套才彈出去喔 這個內野安打 真的發火了 真的發火了 那這顆球證明說 三壘手的反應夠啊 如果是這顆球穿出去 沒錯 就是二壘安打以上 因為一壘上的跑者來講 也是有速度的 是很有可能會 甚至跑上三壘 就是回來本壘得分 沒錯 因為真的是被他攔下來了 真的是被他攔下來了 所以攻擊的策略來看 中華隊到現在都還蠻成功的 打第一個球 騎車外野的飛球 中間手田俊群往後退 雖然接三 不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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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者沒有走 這個球距離太短了 要求一壞球 一二壘上都有跑者二壘上 中思奇一壘上張建民 這個球打成了游擊區的反彈球 尤其有接到之後 店鋪傳一壘 結果刺殺了郭炎文 讓中華隊在二局上半 留下了兩個壘包的殘壘 仍然沒有得分 我們打對0.0評審 所以感覺上 除了面對李隆龜 控球的狀況比較好之外 接下來面對兩位打者 控球的狀況也都不太理想 這個球打成了中間方向的飛球 中間手往後退 林哲軒 測試身接殺了這個飛球 一人出局 接到在之前的打局是兩成五零 有兩分打點 這個球 這打者沒有觸碰到三陣 在兩個換球之後 連續送上三個好球 楊耀君K掉了季賢豬 今天投出來的第一次三陣 接下來最後壓在一個 偏低的近了一點 對 這個位置完美 完美 真的是投得很漂亮 我們從側面來看 大約是在膝蓋的高度左右 口球代表最下雲 這個位置進來 想要打楊耀心的球 原則上也不是那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沒錯 在韓國職棒打的是樂天巨人 這個球 結果打穿了三有直線 形成了韓國隊在這場比賽 出現了第一次安打 田俊勳 田俊勳要注意喔 去年球季 他在韓國職棒 有21次到底成功的紀錄 然後就兩個壞球 這個球主棒打成了內野的飛球 加強弘正銘 然後界外區接殺出局 塞出局 結束了二局下半 韓國隊的天空 讓韓國隊留下了一壘的彈彈 南韓隊還是0比0平手 第四個跳 東韓國隊的投幣 韓國隊的戰術 那邊竟然會被刺殺 這個球 游擊手來籃 轉身傳 C 方非現在 散散打 都是內野安打 靠著速度上到的地方 靠著速度是最重要的一環 但是其他還有一個移植就是說 這些選手他打出去的時候 其實都很有拼戰的精神 但我剛剛看到楊大漢一打出去就開始全力架出 而且最後甚至做了一個拼雷 他這個球也傳天了啦 滿可以採取的一個戰術 這個高球點成了右邊方向的飛球 結果在界外區被李大浩給接上 相當可惜啊 這個球出爆結果打成了右邊方向的飛球 右眼手已經高出雙手 李榮歸 後來接殺出局變成了兩人出局 46個球裡面31個好球屬的壞球 這個球打成中間方向的飛球 過地形正安打 中間手往前移動還漏一下還漏一下 現在楊大漢衝門了 YES 漂亮 YES 相當刺激的跑壘 在兩人出局之後 這個球打出去就開始衝了 而且球落地更是投也不回的往本壘走 1比0 哇塞 跑壘的判斷真的是沒話講 這顆球不要忘了 楊大漢他是在一壘 對 而且就是一支非常短層的機場安打 其實是中間手前面的安打 還有幫我跑壘來本壘得分 的確不簡單 在首輩的判斷過程當中 搭配也相當的好 那當然啊 中間手在接球的時候稍微漏了一下 不過 積極跑壘的楊大漢 絕對要在功勞部上記上了 沒錯 我們看到這顆球 雖然是內角束手頭來不差 但是林智晨他本來就具有揮棒的速度 對 我們看到這顆球 在轉過頭之後 靠著自己的判斷 跑來本壘得分 適時的安打林智晨 現在來中華隊是1比0 暫時領先 那輪到我有機會 沒錯 那當然楊大漢也提到非常重要一點 就是說這一次中華隊看起來 在打擊 尤其是串野這部分 做得還不錯 整個橋組穿出去又是安打 周董在這個時候 橋出了左邊方向的滾地安打 這支穿越安打打得就夠扎實了 扎扎實實從左邊方向三角之間穿越 那孫石劍又哭不下來 沒有辦法 這顆球以孫石劍的手臂放 也沒有辦法來一下這個打得非常強勁的一個滾地球 外角反向的攻擊本來都是周思琦 今天也在成長的 長項 強項 應該說是成長很多的地方 真的喔 在這兩年來 周思琦 自己找 防護員 那自己在加強訓練這些部分 那他在整個打擊數據上是 跳躍的成長 沒錯 而且還沒投完 即將投出幾21個球 他已經用了54個球的總共 哎呀可惜這個外角偏踢的球 結果成長項出棒揮空遭到三陣 留下兩個壘包的殘壘 但這個半局 楊帶剛是衝回了本壘 中華隊一比零 其實還是得要在球場上比較好一點 兩號三塊 這個球打成了三點方向的反彈球 陳雄基電一步傳一壘 刺殺了打擊的嘉明浩 一人出局 兩號球兩壞球 苗勳 電話球打成了一個 內眼的反彈球 陳雄基接到之後直接傳一壘 一來得及 沒有問題 刺殺了孫時線 所以前面來講 屬於兩個3.5的滾地球 確實都還蠻穩健的 而且這壘球 一開始彈跳比較慢 但是我們要 陳雄基他趨前的速度也夠快 對 你這個你稍微 耽誤一點時間 這種腳程不錯的達指會上來 你知道嗎在這個前 搶在游擊手的面前 直接把球接起來直接傳 楊耀勳 這個球再來 K到了 K到了 非常不開心的 瞪著楊耀勳 老子剛就跟在旁邊 只是送你上壘 你在不爽什麼 因為畢竟 楊耀勳看起來 他也沒有必要去 對 當然不是故意的 你可以再瞪他 你可以再兇一點 送你上壘已經是 讓你賺到了 沒錯 那高速看一路就附在旁邊 那當然他們看到 恰恰後來也過來了 畢竟以這樣的狀況 原子上你還是要避免有衝撲的發生 這個他的竹繩也上去了 對 非常不爽的表情 其實在注意 投手抽上手 因為這時候 我們前面就提到 有狀況 換的速度真的要跨 這邊連續四個壞球保送了正根宇 這使得原本被觸身球保送一壘的李榮龜 要擠到二壘上 好這邊現在 曹董叫了 暫停 見到場內 看來就要換投手了 看王敬明應該準備蠻久的 對 其實從第一局的時候就有在旁邊熱身 看起來應該不是 有流血嗎 搞不好是想跟裁判請求 可能是檢查一下治療 哇 所以我們剛剛其實就看到 對他一直在看手指 你知道嗎 原來是 感覺他投球的過程當中 應該是有點摳到我的手掌 所以有一點破皮流血的狀況 這個鏡頭剛剛看得非常明顯 球褲上這個沾了血汁 這個狀況其實不要勉強 沒錯 當然若是對控球沒有太大的影響 那他打來也好好 治療一下繼續投 對 但是感覺上好像已經有一點點影響到 這邊楊耀勳在這時候 退場 那看來中華隊現在是要做投手的更換 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廣告過後再來看我們這場 中華隊對上韓國的比賽 先發投手楊耀勳因為手指受傷 現在提前退場 在三局下半兩人出局 夜內有人的情況下 中華隊做了今天投手的第一次調度 由王敬明上場來接手 在去年職棒球季總共45場的出賽 7勝2敗2.49的投手自責分率 這個縫線是比較粗的 嗯 底層葉的球數現在是一好一塊 這個球打成了左邊方向的飛球 三種持動機退場境外區 接上三出局 讓三局下半韓國隊是留下了一二壘的殘壘 沒有得分 說話隊員然是一比零領先韓國隊 這要出兩塊球 這要很準 再來這個球打得接持 中間方向的飛球 中間手往後退 結果被中間手田居居給揭殺出局 比較可惜喔 這要球沒有壞球 張遠準 這個球出發打成右邊方向的反彈球 他的手退兩步 接到之後 傳一壘刺殺了高志剛 兩人出局 氣氛 這就是化石而已 非常好 對 這個球右邊方向的飛球 界內 界內 這球是安打 現在 郭彥文 輕輕鬆鬆的站上了二壘 最後在今天出現的第一支長打 第六支的安打是個Double 二壘安打 這顆球能看到嗎 找到這個張遠準的滑球打得相當的好 對 擊中球之後 雙手的延伸也做得相當的漂亮 整個拉回來 嗯 要不是這顆球 我跟你講這樣 見雷點是比較低一點 或是稍微再高一點 能讓郭彥文有更全力的揮擊 其實這個球其實蠻有可能形成全雷打的 好 這三打出現 現在韓國隊更換投手 在四局上半 要把第一任的先發投手張遠準換下去 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廣告過後再來看這場中韓大戰 兩小球沒有換球 二壘上是郭彥文 這顆球打成那邊的本籃球 傳出去了 安打 關鍵時刻又出現安打 現在郭彥文 回來 再一分 YES 兩人出局之後 郭彥文的二壘安打 可以加上楊帶剛 四十的安打 中華隊現在是二名零應兩分領先韓國隊 嗯 的確 兩人出局後的打點真的是特別珍貴 對 這顆球其實 一打出去喔 二有落是沒有籃到 就衝了 應該就是回到本籃得分 對 因為以這種高彈跳滾動的速度比較慢 如果是二壘沒有辦法至少把它擋下來的話 二壘的拋子要回三壘得分機率就很高了 所以楊帶剛不簡單了 今天確實是兩分得分都有關係 對 第一分是他跑回來 第二分喔 他打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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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程跳了一個比較偏高的速球 打得也夠漂亮 三個打數兩張打 而且跑回了中華隊的第一分 現在打回中華隊的第二分 結果這個球就是直球進來 打者沒有出棒 遭到三陣也留下了一壘的殘餒 不過楊帶剛是誰來打送回了郭眼文 中華隊現在是2比0 那樣分領先韓國隊 要求三壘球 再來這個球打成了外野的飛球 中間手往前 輕鬆接殺 林特瑄接殺了李大浩一人出局 受到了王敬寧訴求的影響 這個球一打出去之後 李大浩就會受到一點擠壓 金顯珠在二局下半當時 是被三陣 我這個球打成了左邊方向的平飛安打 這個球沒有話說 這個球就打得真的很順暢 對 面對一個外角球 反向攻擊反而就是金顯珠還算 蠻拿手的一位打者 在外角偏高的位置喔 算是送向左半邊 沒錯 你畢竟你想要成為一個高打擊率的一個打者 或是智勝來跟他講句話 感覺的壓力都是越來越大 這個球打成右邊方向的飛球 結果落地行程又一隻安打 在這個敗局一人出局之後 五棒的金顯珠跟六棒的田俊 就是連著揮出了兩隻一壘安打 輪到七棒的三壘手江振浩 敵哥球打成了內野的滾力球 投手自己來接 傳一壘 刺殺了江振浩 但是一壘一二壘上的跑者上到了二三壘 把投手教練過去了解一下熱身的狀況 這個球 刮迪刮的壞球 華球剛擋下來 結果是連續四個壞球 保送了江明浩 上是田俊俊一壘 上是江明浩 金顯珠田俊俊是急速安打 江明浩則是被刺壞球保送 楊敬明 這個球偏高 有了 右邊方向的飛球 中間手林正瑄過來 在中右外野之間接殺賽數局 讓韓國隊在四局下半留下滿壘的殘壘 沒有得分 抓隊人還是2比0暫時領先 中後隊的機會又來了喔 一開始喔 第一棒的打者在這個半局第一棒就能夠靠著選球上到壘包 加加不證明 這個球 感覺雖然上面有點偏外側 但是主持人拉弓箭K掉了林智盛 相當可惜 再看一次這個慢動作 感覺是比較開了 比較開了一點 但是其實以今天 竹神對這個外角球 讓兩隊的判決都不會差太多 但這個球說真的 還蠻外角的 對 回到比賽的現場 在今天要來打死Wennie 帶來這場2013年 第三屆世界棒球經典賽 中韓大戰 現在 韓國隊換上了今天這場比賽 第三任的投手 團隊目前 在五局上半是一出局 一戰 一號球一塊一球 一號球一塊一球 這個球出棒 結果打成了內野的高飛球 最後是 三壘手過來 江振浩接殺了這個飛球 兩出局 又高又壯 一號一塊 這個球打成左邊放下了飛球 可惜不夠遠 最後被左外野手 金賢豬給接傷 三點出局 留下了一壘的殘壘 五局上面打完 中華隊員還是2比0 兩分領先韓國隊 這樣好兩塊 這個球打成同種正面的反彈球 最後一個彈跳進到王靖民的手套 你跑啊 你跑一跑再把球穿一壘 馬雲歸刺殺在一壘之前 一人出局 這顆球 王靖民的反應其實蠻夠快的 對 其實這顆球李龍會打得並不差 快 很強啊 我們看到王靖民投球完之後 他的重心本來就維持得還不錯 所以能夠即時反應來接這顆球 對 投一邊側開來閃一邊接 若是他是那種投球完重心 偏向一壘很多那個投球 可能側身來對不好防守 不好防守 這個球打成了正面手正面的反彈球 程庸基露了一下不傳啊 幾乎上是個失誤 傳應該也來不及 畢竟 正根源來講 他本來就是還蠻有跑的速度的打者 但像這顆球 其實滾動的速度也沒有很快 就只有在接球的 我們看到這邊 最後一個彈跳有點彈高了 所以看到程庸基雖然把自己的重心 降低來接這顆球 但是最後一個球 這個彈掉還是沒有辦法 接到 最主要還是在手臂啊 或者是在這種跑壘的過程當中 一些比較不安定的儀式的出現 沒錯 這個球打成中間方向的飛球 中間手往後退 林哲軒 在完全前面 揭殺了李承諺 兩出局 所以其實看林哲軒的腳程真的夠快 這隻手感覺上好像還打得還不錯 對很快 但是其實 就他來講 已經退到定位了 完成接傷 這個球打成了外野的飛球 另外一手中間手都過來 這個球 六地形就安打 現在中間手把球往回傳 球再往本壘傳 擋住 套 Yes! 高志剛 先把本壘成功的擋下來 再用這個球完成觸殺 Nice play 高志剛 這個球真的卡得夠漂亮 這個本壘前的觸殺 守住了這一分 本壘的一個精彩的手臂 我們再看一下 郭瑩文的回傳球 到本壘這邊高志剛 已經等在那個地方 先用左腿喔 把本壘牢牢的擋住 然後做這個觸殺 沒錯 這個球其實 兩位選手搭配得很好 包括郭瑩文的回傳 又快又準 一個彈跳就接到了 目前他用了九個球 這個外角球打成了內野的反彈球 回去入街道之後 傳一尾刺殺了打擊的高志剛 形成了兩人出局 外角球揮棒入空 結果郭瑩文遭到三陣 使得六局上半 中華隊是出現了今天第一次的三上三下 回到阿爾達為您整理一下 今天這場比賽目前的一些狀況 中華隊的楊帶剛 今天揮出了兩支 一壘安打 有打點有得分 另外關鍵當然是郭瑩文 有一支二壘安打 中華隊今天兩分 都是在兩人出局之後所拿下 在這個半局中華隊換投手 換上羅錦龍 今天中華隊第三人的投手 我們的隊友 這幾天的比賽 所有人的交演 都還會是停留在王健龍的身上 這個球 內角打得沒有出榜 好球三陣 前面一個外角球沒有出榜 已經很漂亮 這個沒角球更讓打得 是凍在那個地方 沒錯 而且我們剛剛就提到 羅錦龍的一個分高 在這樣高壓式的出手 這個球所下來的那個威脅性 對打者來講是很高的 沒錯 壓在內角的這個位置 六局下半 韓國隊的進攻 一出局 雷上沒有跑者 這個球打成了外野的飛球 左外野手 楊帶剛 上前接殺兩人出局 部分 那麼在C組和D組 分別在波多利根和美國 也即將展開比賽了 哇這個球 有球來到轉身傳一雷 來不及了 但是林志森這個手杯 非常的漂亮 應該說這個球 可以籃一下就算不簡單 對 因為我們看到最後 林志森接到球的時候 人都幾乎已經到外野的草級 沒錯 但林志森要做一個傳球 除非腳層 打者腳層夠慢 不然這個球 真的要抓到 打者其實難度還滿高 完全靠甩手臂來傳 而且傳得很準 整個手臂的佈陣位置 再來這一顆球 揮棒落空 K掉的江明浩 也留下了一壘上的殘壘 在這個半局 羅錦龍投出了兩次三陣 讓韓國隊沒有辦法攻下分出 中華隊員還是2比0 2分領先 滿球速 再來偏 內側偏踢的壞球 四壞球 保重楊代剛 楊代剛今天上來四次 有三次上到壘幫 因為他有開度先通 這樣的一個成績 真的是非常耀眼 而且他一上來之後 要小心喔 一連打球就回來了 這邊看到是 前列隊長荷蘭隊的比賽 在六局下敗揮出2分後 但比數從6比3變成了8比3 下敗球 的時候感覺好像都會點到 比較球的一個下敗 下敗球 沒錯 像他第三局那個也是同樣的狀況 這個球主堡打成了一壘方向的滾地球聯手 接到之後 觸殺了林哲瑄 也只能出局 但是把一壘上的楊代剛送上了二壘 成功的推進了隊友 沒錯 雖然是出局 但是這個出局還是有一點點效應在 1號2塊 這個球主堡打成了遊戲手正面的反彈球 遊戲手傳一壘 自殺了彭正銘 但是利用這個機會 楊代剛上到三壘 這個球用力打成了內野的飛球 結果是一壘手 一道在界外區接殺三壘主局留下了三壘上的殘壘 季局上面結束 中華隊人還是2比0 兩分領先 在場上投球中華隊間第三人的投手 那以羅錦隆三個球的投球 雖然被打出一隻暗打 但也送出兩次三壘 對 所以狀況看起來真的也不差 那給滾地球刺殺了出局 很輕鬆地要到了第一個出局 這個球打成了一夜的反彈球 歸雲引上前來 接過去就傳一壘 刺殺了李榮威 兩人出局 有一個進了一點嗎 那進的角度真的是非常的大 對 天空的球 這個球打成了中間方向的飛球 林哲勳 引上前來接殺出局 讓七壘下敗 韓國隊是三上三下 中華隊目前還是2比0 兩分領先 在八局上敗 韓國隊再度更換投手 背號48號的張環森 原本外界評估 有可能是 派來面對中華隊的 先發投手 嗯 真的 這個時候推上來 要守住兩分的差距 沒錯 那當然其實 那天當公布 張文組說 我想理會的一些記者 好像也有點嚇一跳 對 因為本來外界都預計了說 應該是會有張環森出來 對中華隊 沒錯 又是左頭 而且又是相當穩的 投手喔 但是在這邊 八局上來一上來 就被敲出 安打 由林鴻鈺 在這個半局更換代打 接替我們的時候 思琦 一上來就見功 小胖這下子真的是威風喔 不只守備的功力喔 引導投手投手上漂亮的比賽 在打擊上 也發揮他的貢獻 沒錯 那以林鴻鈺來講 他的打擊本來就很有實力 而且面對這顆沒有掉下來的滑球 的確掌握度是掌握相當的 沒錯 現在林鴻鈺應該要退場喔 可能要換帶跑 要看一看 是有哪一位上來 好 寶華 張正偉 張正偉在之前也有一次的出賽 也是上來帶跑 守備上現在機率不太大 沒錯 我現在外野這三人 在外野這黃金外野的陣容上 比較少機會 三個人的狀況也都很好 而且攻擊也是守備 左邊前後期打這個球 左邊方向的飛球 但是不夠遠 左外野手已經就定位 接殺出局 接殺了陳佑基 形成了八局上面的第一個出局 這個外角球整個滑到地上去了 不過張正明出棒揮空 遭到三陣兩人出局 確實是很有引誘的一顆 外角滑球 而且我們看到 他最後移動的速度真的是相當的快 真的是掉中了左打者 這樣你要的手套是貼在地上接的喔 左頭最左打來講的話 這個滑球這種距離也就是視線越遠 對 三勝零敗即將前進東京 參加經典賽八強的副賽 這邊走了 這個球揮空傳過來 結果抓到了企圖到壘的張正偉 在二壘前遭到觸殺 成了三陣出局也結束了八局上半中華隊的進攻 中華隊仍然是2比0兩分領先韓國隊 這個戰場 痛起鍋 鍋洪志 不死的 昨晚喔 在這個時候八局下半上來要準備封鎖韓國泡菜 前面2場比賽喔 在八局 在這場解決成功的兩個人的配合可以說是完美 靠著這次的經典賽喔 找回整個球桿手桿 這個球打成了 外野的飛球 結果在全球打牆前落地 彈了出去 是個場地規則的二壘安打 李承越不愧 李承越不愧是李承越 面對小小郭的訴求 硬是把球打到了全球打牆邊 但這時候要注意 八局下半 沒有人出局 前話架 李承越集出了 場地規則的二壘安打 其實這個球 我們看過後是投的位置 大部分是高資剛所要的一個位置 最後還是被 李承越一棒掃出 場地規則的二壘安打 是李承越 這個偏低的訴求結果 步驟高資剛沒有能夠接補好球 露到後面去 現在李承越上到了Stanley 然後兩壞 再來個變化球 這個球打成左邊方向的飛球 結果落地行程安打 在楊代康前面落地行程安打 李承越回到本壘 攻下了今天韓國隊的第一分 在八局下半靠著連續兩支藍打 還有一次補一 現在中央隊領先的分數只剩下一分 2比1 這個想要再投一個曲球 因為這樣已經被李承越跟到了 天地的球員後出爆 我看三雷神 有 上臨出發的過半 遭到三陣 進行出一出局 哈記下半的第一出局 慘了很久 所以還是被 郭公司偏低的滑球 對 我們看這個球 確實 確實是很有引誘性 我們前面就提過 當佐達的隊 左頭手 這種比較偏低的滑球 而且我們看到這顆球 即使是這個 2008年韓子的一個打擊王 打擊王 進行出還是被騙到 一壘上是李大浩 這個球 手機接到傳一壘 相似的雙殺在插了一步 離到李壘不夠遠 嗯 再加上 我們看到郭勇 他第一時間接到之後 他要拿出來 斷了一下 再斷了一下 就錯失那個時間點 再看一次 這個慢動作 打得相當好 那直槽就二壘手 你過去 第一時間沒出來 他第一時間如果出來的話 感覺上 還有一點點機會 但是第一時間卡住了 第二時間想要再投 你們錯過那個點 嗯哼 哇喔 這個球左邊包下的飛球 結果 是個 全力打 哇喔 在八局下半 江振浩在 兩出局的情況下 揮出了一次逆轉的兩分全力打 現在韓國隊在八局下半超前了 變成3比2 一分領先中華隊 這一棒把全場的 要說全台灣的球迷 打得有點鴉雀無聲喔 嗯 但這個球真的被咬中 真的是被咬中 左邊方向的兩分全雷打 出現在八局下半 結果在八局下半 現在韓國隊逆轉 變成3比2 一分領先中華隊 從國家隊退休 這個球 會把公車道三者結束了八局下半 韓國隊的進攻 目前韓國隊一分領先 變成了3比2 中華隊九局上半 加油 加油 八局下半 一切都來得太突然了 沒錯 兩隻長打一隻短 一隻一雷安打 高車康打 這個橋頭行的中 右外野直接落地的安打 在沒有人出局的情況下 高車康一上來就敲出安打 回到比賽的現場 這場中韓大戰 在九局上半 面對中華隊的進攻 韓國隊再度換投 換到了第六任的投手 吳申環 郭延文 跌高的球出棒 結果會攻遭到三陣 這是九局上半的 第一個出局 嗯 感覺像連續面對三個訴求 郭延文出棒的時間 確實都稍微晚了一點 對 尤其最後一顆 有去追達到吳申環 比較偏高的訴求 嗯 但以吳申環來講的話 他本來就是 具有訴求的一位投手 尤其他投在偏高的位置 打整天之上 還是要把球棒給忍住 比較好 是 哇 楊代剛已經獲選為 台中分組 也就是B組的MVP 十一個打出 四支安打 包括了一支全聯打 四分打點 跑回三分 楊代剛 比賽的結束 這球再揮空 遭到三陣連續 K掉了九棒的郭延文 第一棒的楊代剛 而且用的都是 滿拿手的訴求 直接對決 沒錯 訴求的進了一點 真的也夠漂亮 雖然打著不打 應該也是個好處 沒錯 三陣 對 八十一次的三陣 這個球打成了中間方向的飛球 而是往後退接殺 三次出局接殺了林哲軒 也結束了九局上半 中華隊的進攻 留下一壘的殘壘 但是不用打了 但是不用打了 因為這場比賽 雖然由韓國隊以三比二 一分之差擊敗中華隊 但是他們的失 這場比賽中華隊的失分 輸分 僅僅只有一分 因此符合了晉級的規則 那恭喜中華隊 雖然在最後 B組預賽裡面 是兩勝一敗的成績 但是順利的拿到前往 東京巨大的機票 恭喜中華隊 這場比賽我們可以看到 雖然在八局下半 郭洪志的後援 被打了三陣打 包括了一隻 二兩打一隻全雷打 讓韓國隊得到了三分 但是這三分 不影響中華隊晉級的結果 嗯 當然 讓你們比較感受 比較難過 可惜啦 最後被翻過去 應該都希望我們是晉級 而且是以全勝姿態 進去到下一輪 那當然 其實只能說 以八局下半來 來的一線正是太突然 沒想到 狀況這麼好的 郭洪志 竟然會被 對方的打者打出一隻 逆轉的一個全雷打 沒錯 五位打者被打了三隻三打 裡面還有兩隻長打 那楊奈剛 剛才出來接受觀眾的歡夫 相信他已經獲知喔 被選為 B組預賽 MVP最有價值的球員 這個消息 但終究喔 最終中華隊輸的這場比賽 還是相當令人惋惜 沒錯 那當然 凡是都有美中不足的地方 那當然是希望說 中華隊藉由這一次的一個 也算是有一點點 收穫 進到 停進到下一輪 沒錯 會有更好的一個成績出現 對 好在這邊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廣告公務回來是我們的賽後獎評 好 嘿 我為你心跳 我為你知道 因為愛 我們能遇到 因為你開始燃燒 痛在慢慢治療 我要和你擁抱 牽你的手一起去奮跑 你存在的這一秒 會不會是我依靠 給我的微笑 全都擠在腦海了 變成快樂的舞毫 街頭在跳搖 這是戀愛的一招 跳動我每一個細胞 天亮才睡覺 讓我思緒都顛倒 這次我不想放掉 防備全關掉 只需你無力吹鬧 慢慢走進你的步調 天夜一直一直被你融掉 一天一天為你開著一秒一秒想你的微笑 我為你心跳 我為你祈禱 我為你祈禱 因為愛 讓我們能遇到 因為你開始燃燒 痛才慢慢治療 我要和你擁抱 天地的手一起去奮跑 你存在的這一秒 會不會是我依靠 對我的微笑 全都擠在腦海了 變成快樂的符號 街頭在跳搖 這是戀愛的宇宙 跳動我每一個細胞 天亮才睡覺 當有思緒的平衡的結束 我不想放掉 我也要放一杯 全關掉 只需你無力吹鬧 慢慢走進你的步調 天夜一直一直被你融掉 一天一天為你開著一秒想 我為你心跳 不必記得 因為愛 讓我們遇到 因為你開始燃燒 不必記得 因為愛 讓我們遇到 因為愛 讓我們遇到 因為你開始燃燒 讓我們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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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 歌詞曲 李宗盛 我为你指导 因为愿望我们能遇到 因为你感情要想 我为你再慢慢指望 在你等待 前面的眼神一起去奔放 你已存在的寂寞 因为你是 embroidery 会不会是我一样 American 不在乡 有轮周 怎么听怎么哭 变成52隘和缘 随花节奏 才跳舞 enario故事 有爱 closes 一招 淘汰了我每一個細胞 天亮 一起睡覺 當我思緒的變好 各自 我不想彈跳 天亮的 只剩你愛的一天 慢慢走進你的肥皂 好 像他自己一直跟妳說 那一刻一直未來到 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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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你心跳 我給你氣爆 一招 淘汰了我 一招 淘汰了我 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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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我運到慢慢解冒 我還要和你擁抱 甜蜜的生意继续奔跑 你存在的这一秒 会不会是我依靠 给我的微笑 全部记在脑海上 变成快乐的符号 街头在脑海 都是每次的紧张 搞懂的每一个喜欢 天哪才睡觉 当我思绪都顶倒 这次我不想放掉 放掉